初學要完成這個 學習啊 本身兩條線 對不對 二元一次方程式就是 就是一條線 這又是另外一條線 那 World Hip 把這兩條線畫出來 你第一條線 2點決定一直線 這裡是零五,然後就五零 對不對,零加五,五加零 對不對 然後這裡 也都很簡單 零的話就會零,零的話會零 那再來就是,比方說 加起來要五 負 負X等於五 負X等於五 好,我再給他一個 你連立的話,也會有一個焦點吧 五的話,負十 負X等於五,X等於五 這個寫負五,這個寫正十 好,那這裡寫負五 正十 這裡也有一個負五,正十 這隱藏版的 一個一條線,五線多點哦 這只是其中兩個點而已 其中兩個點 因為他說要焦點坐標嘛 焦點坐標就是連立的意思 X加Y等於五 然後Y等於負二X 那你就把這個帶上去 對不對 改,x-2X 對 5 負S等於5 S等於5 S等於5 Y等於 負2 乘以負5 就變成縱矢 所以他 我們先看一下 0550 這一條線 05 在上面 12345 在這裡 50在右邊 12345 在這裡 好,這裡就可以黏起來 好,然後在 0.0跟-5,10 -5在左邊,10在上面 -1 -1 -1-2-3-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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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9-10 在這裡 0點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連起來 會這樣 那跟那個剛才的黑色啊 跟剛才的黑色會 會香蕉 好 剛才黑色這個會香蕉 這看他名字哦 第一個是X加5 Y再5 那這條圈叫Y的F2X 那這個圓點是00 這也是50 這也是05 那焦點 焦點是-50 這是焦點 整個圖是這樣子 先各畫各的 然後再看焦點是誰 焦點一定是連立 焦點一定是連立 要注意這件事哦 嘿 我已經跟你講了 好既然要算焦點 我們先把他連立一次好了 4X加3Y 等於20 跟3X加2Y 等於F2 嗯 額 額 也列X 好了 12X加上9Y 等於60 12X-8Y 乘3乘4齁 等於-8 我們用-7Y 我們用-7Y 等於 60-8 是68 所以Y等於4 Y等於4 Y等於4 帶回去齁 比如說 呃 4X加3乘4 等於20 4X加上3乘4 要等於20 4X 20-12.8 X-2 好 所以他的相交是 相交是24 2多點4 相交就是你可以把它來用啊 齁 就是XY 2多點4有一組 這個也是 2多點4也有一組 那其他另外一組就你自己選 比方說這是50 對不對 因為自己選 那 這個可以01 0-2 等於-2 所以是01 所以24 先確定 12 然後上面4 1234 這是24 然後在50 50 在右邊 12345 就這裡 1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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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4 1 2 3 4 2 3 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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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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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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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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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我們把AB找出來,而且你看這AB很好找啊 你用減的一定會有A嘛 0減-6是正6 就是-3 那B-3 A代表去就是-3嘛 -6加B等於0 -6加B等於0 所以B就是6啊 B就是6 所以整個,你要是還原 所以原來是多少 到原來是怎麼樣,叫Y等於 AX加B -3X加6 好,你找出這個東西之後 他說這個也在上面啊 C點也在圖形上對不對 那就要代入 就要代入 你要代入這個部分 怎麼代入,你就是X就代K嘛 Y就是1-2K 所以 所以 Y等於-3X加6 然後就把它換掉 把Y 換成 1-2K 換哦 你要會換 就把 X 換成K K 就叫-3K 加6 不要連換都做不到 那就沒辦法了 好 移過來齁 -2K加3K 然後再6-1 對不對 這一個要-1 所以 所以這是K等於5 好 K等於5 這就是答案 2點決定一直線 你先去找確定的嘛 確定的2點 來做 代入 做連立方程式 好,再把第三點代入 就一直不斷的代入解放程式 一定要備好Y的AX加B 這個 這是模型 你要照著這件事做 好 因為有X有Y 這樣就是二元一次方程式 好 看清楚了齁 如果連這個都不會 其他都不用做了 知道嗎 那他有L1跟L2兩條線 兩條線 兩條線 那交點是54 那就帶 只要是交點 就可以代入啊 就可以帶丟進去 所以你第一題啊 54A 叫做5-4 那你的L1呢 就是什麼 X加AY等於1 那你只是把54丟進來啊 他本來就X加AY 對不對 X改5 Y改 4 好 那這個開始做了 所以這AX4 就4A 1-5 等於-4 A就是-1 好,這樣就有了 那另外一條叫做L2 是2X-Y等於B 他叫2X-Y等於B 那我們剛才講的啊 你可以帶吧 因為54就在這兩條路上啊 這兩條線 焦點了嘛 有碰到的意思 有碰到就可以帶進去 這是5跟4 再說一遍 他本來是X跟Y 題目照抄而已 你只照抄 然後再 把X換5 Y改4 來做這個 10-4等於B 所以B就等於6 對不對 B就等於6 AB就有了 對不對 那再來 他說要碰到BC兩點 那BC是什麼 碰到X就是Y要帶0啊 整條X軸上面的特點是Y都是0 Y都是0 所以第二題 你要找他原來長什麼樣子 他原來長什麼樣子 原來 x 他原來長X 再抄一遍嘛 X加AY等於1 X加AY 等於1 等於1 請問你的A是-1嗎 把A改-1 所以就是X-Y等於1 好 所以x-y等1 -1所以x-y等1這樣 那這時候你y要帶領呢 你要不找b點 l1 l1的名字叫x-y等1 那你這個b剛才說是6 自己把它改成6 所以叫2x l2叫2x-y等6 好 那這個地方 你說y y如果帶0那x是多少 y帶0的話 你在z y帶0x就是1了嘛 所以b就是b的名字 就叫做10 b的名字就叫10 那你要綠色這條 好 就第二條要帶第二個 l2 加2x-y等6 一樣你y如果等於0的話 把y帶0的話 那就變2x等於6 那x就等於幾 x會等於3 x等於3 那這個地方就叫30 對不對 這個地方就叫30 你要找出他的座標 y要帶0 y要帶0 因為他是碰到x軸 y要帶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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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就會出現 這裡有一個三角形 對不對 這個三角形 那這個b到c就是底啊 1走到3 底要幾 底要2格 他高在外面 小學就挑過了 高是5還是4 要看4啊 要看y的地方嗎 但是有多高 他高是上下 上下4格 上下4格 對不對 這是4 所以這面積是多少 他面積是多少 欸他會4邊形 我以為問三角形 bce珠 那就要反過來做 bce珠在這裡 是不是這樣 那就不要看這裡 那就要拿大三角形 那我們要把1點找出來 1點就是x要帶0 x要帶0 那這是多少 所以這是 綠色的線是l2 如果x帶0 s帶0 就-y等於6 -y等於6 y就要多少 y就要-6 -y等於6 那y就要-6 對不對 帶0的話 你要一個一個帶進去 0-6在這個位置上 那你的租點也要帶一下 租點是 租點是 L1 這條線 好 如果x帶0的話 那這裡x帶0 那叫做-y等於1 那y等於-1 y等於-1 y等於-1 好 所以這個租點是 0-0-1 0-1 3-1 然後你全部的點都找到了 就可以 就可以算 算他的 面積了 這樣補起來 你要算裡面這個四邊形 是不是等於大的三角形 減小的三角形 對不對 大的三角形減小的三角形 所以你要求的是什麼 大三角形是多少 大三角形是這個 3 3格 乘6格 除以2 對不對 3乘6除以2 所以你這裡要寫 3乘6除以2 去減 小的三角形 小的三角形在這裏 一點點這裏 這裏是1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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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所以1乘1除以2 你要找出幾格 所以前面這裏是18除以2是9 這是0.5 平方單位 平方單位 齁 你要找出這四個點喔 就是110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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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1 0-1 0-1是租點 B點 這是租點 3連是C點 C點 對不對 然後0-6 是1點 你都帶進去 帶進去找 帶進去找一遍 知道嗎 然後再來你要求的 題目求的 在這邊 你要三角形 底層高除了去做 看清楚 好把這寫好 以後我們會再教一遍 這不是T影片就會的 加油